一百 廣西日報 《創新引領消費新生活》 2015年7月27日頭版一周紅梅本部記者周紅梅7月25日 週末 南寧白領梁美亭興點幾下手機 一天的行程敲定 常午去清售萬達遊樂場 兌換時先團套的大玩家遊戲閉 與兒子混戰施殺 中午在美食廣場 首持電子優惠圈大快袋兒 下午微信支付電影票 在線選座 輕鬆觀影 儘管消費熱點不斷 但老百姓花出去的錢似乎還不夠多 離政府的期望值還差得完 上半年 廣西社會消費品領售總額2961.38億元 同比增長9% 增速比一季度提高0.5個百分點 但比上年同期回落3.4個百分點 比全國低1.4個百分點 為推動消費 上半年銀行降息料 公務員加工資料 可從消費而言 老百姓手裡的錢就是難以出手 如何拿著市場通點 創造更多的有效需求 成為我區下半年經濟穩增長的一個關鍵點 把握消費密博智能手機 4G技術 偉大的互聯網不經意間改變了人們了消費方式 網上預約飯店 訂購景區門票 團購優惠勸 站在互聯網家的封口上 服務消費仍來大爆發 據統計 上半年 我區網民通過網上實現商品領售額251億元 同比增長39% 高於社會消費品領售總額增速30個百分點 網絡消費成為引領我區消費市場的重要力量 電子商務的信蟻發展 使消費市場服務銷售終端前意 拓展和延伸了服務半徑 使服務消費發展營來新機遇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城市商業綜合體加費發展 進一步激發了服務消費潛能 廣西大學電子商務系教授長罕說 上半年 我區第三產業增速自2003年來首次快於二產 三產比重提高一個百分點 文化、娛樂、悠閒、旅遊等服務消費增長提速 上半年廣西旅遊總收入1569億元 同比增長23% 南寧市電影票房收入1.8億元 同比增長62.9% 南寧萬丈性 清秀萬達廣場等新興大型商業綜合體人氣飆升 外需低迷 投資增速放慢 只有把準市場密搏 培育消費新熱點 才能激活經濟發展內生動力 自治區商務廳副廳長洪嘉君表示 要從服務業發展和新消費熱點中尋找增長點 重點從養老、健康、家庭、遜色、綠色、住房、旅遊休閒、教育、文化、體育等新的消費領域上謀求更快發展 通過創新供給機會消費需求 近年來 我區加快高速公路、高鐵等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 帶來城鄉居民對旅遊、住宿、餐飲、文化、娛樂等服務性需求快速增長 但服務業基礎設施、服務業集聚區、商業中合體、特色商業街等規模化服務性消費區建設制後 影響了居民服務消費的釋放 有關專家表示 激發消費市場活力 首先需要政府從優化審批流程、清費降價減稅、促進行業改革、協調解決企業實際困難等著手 為市場投資、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同時 引導產業融合創新 放寬新興服務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准入門檻 落實好廣西加快服務業發展若干意見 為我區礦內需 促消費增添新動力 創新贏得市場在一些經銷商抱軟車市不景棄時 上系通用50保盡品牌以敏約的市場嗅覺實現了完美熱集 上半年 上系通用50保盡品牌半年銷售新車18萬多糧 同比增長377% 其中7座家用車保盡730表現搶眼 上市11個月 累計銷量接近28萬糧 牢牢站穩 市場次值的位置 因爲堅持原創與品質 貴臨力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4年來 遊戲產品從最初只有數萬用戶 發展到現在4500多萬人 當前遊戲市場同質化 山寨化氾濫 只有研發出獨一無二的全球產品 才能真正吸引用戶 該公司負責人說 自治區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世澤表示 當前我國務坊營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 消費市場呈現個性化、多樣化和多變的趨勢 這就要求工業企業適應市場變化需求 生產式消對路的消費品 下轉第五版 上接第一版 今年4月底 以樹品牌 礦內需為目標的首屆廣西工業國難會 搭產業商貿平台 速產消對接 號召廣西人愛廣西貨 800多家企業量出當家產品要學叫賣 政府搭橋鋪路 最終環要看消費者是否買賬 近年來 廣西新型工業化發展快步前行 廣西製造實力增強 但從總體上看 廣西產品整體創新能力不足 科技含量不高 品牌意識不強 想讓消費者愛上還不那麼容易 專家指出 對企業而言 政府部門伸出有型之手幫一把作用有限 未來的消費模式是以用戶為中心的消費 企業應該充分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 分析研究消費者的偏好 積極滑掘消費者潛在需求 才能在市場上佔據主動 政策拉動消費有關專家表示 無論是正在現象的電商消費 還是有代紐轉的實體店消費 到時消費面臨的市場和機遇 具有很大的潛力 關鍵是如何拉動 從過去的經驗看 礦消費穩增長 除了市場因素 政策引導也很重要 北海的陳先生今年新房光裝修員 正好趕上家電下鄉促銷 於是他訂購了疫症電視 雙門電兵箱以及空調等家用電器 一起算下來比平常便宜了好幾千元 還獲贈了一部品牌手機 他對此很滿意 為進一步擴大消費需求 今年我區看牌專項資金 支持各市開展37項規模大、影響大、可持續 品牌化的大型綜合性速消費活動 受到了市場的熱切回應 效果頗佳 今年6月份 自治區商務廳著手組織限賞零售 住宿餐飲企業開展百點大速消活動 力速再牽消費新熱潮 自治區商務廳副廳長洪嘉君表示 礦內需穩增長 除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外 一方面要用好自治區新增2億元服務業發展專項資金 重點支持原區基礎設施 現代服務業集聚區 農產品批發市場 冷鏈、物流配送、電子商務等項目 著力培育商貿流通業龍頭骨幹企業 另一方面要準確把握消費市場密搏 開發式銷對路的商品和服務 重點關注家政、文化、旅遊、健康、養老等服務消費 擴大居民對熱點領域的預期消費 引渡個性化、時尚化、品牌化消費 與此同時 要積極發展信貸消費 引渡金融機構加大消費信貸產品創新力度 完善消費信貸個人資訊體系 鼓勵和引渡消費 隨著方便快值的網絡購物 愈來愈受到消費者的青睞 有關專家建議 政府要引渡企業與電子商務融合發展 增加消費動力 出台相應的扶持和優惠政策 以及管理條例 對企業加以引渡和幫助 農村消費市場時代開掘的南海 上半年 我區鄉村消費品領售額增長高於城鎮1.3個百分點 潛力不少 李世澤表示 托展農村消費市場 關鍵還是要促進城鄉市場一體化發展 方便工業品下鄉 農產品進城 同時 堅決查處價務毅劣商品 整頓規範市場交易秩序 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 讓群惹為收雷 有願意消費